香港少年領袖團是一個註冊的慈善團體 在香港已經有36年的歷史 它的前身是皇家香港軍團 義勇軍少年領袖團 在1995年義勇軍解散之後 少年團就改組為現時的香港少年領袖團 本團是為12至18歲的青少年 提供軍旅形式的紀律和領袖訓練 我認為這種課外的學習方式和磨練 是能夠好好幫助青少年成長 透過定期的野外歷期活動及社會服務 培育團員的殺人感、自信心、應變能力 毅力和服務社會的精神 幫助他們發展良好的個人品格和領導才能 本團是沿用陸軍的組織和編制 分為多個中隊和小隊 由成年導師帶領進行訓練和執行任務 我鼓勵多些青少年參與香港少年領袖團的各項活動 香港少年領袖團自在繼往開來 成為一支具有卓越成就的青少年制服團體 本團的訓練營 在西貢曼夷訓練營 是由香港政府撥交本團使用 是一個具有多元化野外訓練設施 讓青少年學習紀律和團體生活的理想形蛇 本團的導師包括前義勇軍的軍官和士官 具豐富的軍事和野外訓練經驗 他們都是以義工形式協助本團 近年來本團也致力培訓少年團員 在他們18歲以後轉為成人的導師 為了讓他們在升上大學之後 仍然能夠積極參與團員訓練工作 亦能努力於個人的學業 本團設立企業獎學金以作鼓勵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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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狹擬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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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絲 辦理 哈絲 辦理 哈絲 辦理 哈絲 裝itzer 晨 這裡 發大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香港少年領袖團員的團員 需要接受為期八個月的基本訓練 訓練的內容包括步操、野外攀任、地圖閱讀等等 結業之後再繼續接受進一步的技術訓練 以及領造才能的培訓 我們的團員也會經常參與社會上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動 一方面是回歸社會 同時也能夠為其他的慈善團體和社區活動提供支援 在現今講求應變能力和團隊精神的社會裡面 我們青少年領袖團為我們未來的領袖提供高質素的訓練 歡迎青少年的朋友加入香港少年領袖團成為我們的團員 也都歡迎社會各界的人士加入成為我們的義務導師 香港少年領袖團為了應付日益增長的需求 是需要擴展他們訓練的營地和設施 特區政府最近是撥出遠五份的營地 為擴展萬宜訓練營來作為一個增長的 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也資助 新營社的裝修工程 新營社將於2005年中啟用 香港少年領袖團日常運作的開支 是有賴社會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 我呼籲大家支持香港少年領袖團的工作 捐款維持他們日常運作 或者加入義務導師的行列 為了培訓香港社會未來的領袖 盡一分力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